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最近没有给大家拍清洗的视频了 因为最近太忙了 宁观将至 我们的工作强度也比较强 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根本没时间出去清洗 然后基本上都是选择 把订单累积到周六周日 然后我今天还是给大家 总结几个问题吧 然后还是有很多 可能是新的粉丝 没有看到我之前的作品 还是问了一些 以前我已经经常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如果说要详细说的话就太多了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 热水器的套筒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买一盒买一盒 因为你不仅仅是拆热水器能够用得到 知道吧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 热水器基本上是 十四十七十九 然后二十七的我进过 然后大概是这些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个经常问我这个营销 问我怎么营销 因为我曾经也说过 做这个行业 百分之五十都是 这个你的营销能力 对吧 你的沟通能力 各方面的这个综合的能力 你真正的这个清洗的技术 其实只占百分之五十 知道吧 无论你清洗有多厉害 在这个行业只占百分之五十 然后所以说有很多 这个网友 很多新的粉丝 在问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说不想回答你们 如果说你让我打字跟你说的话 给你就没办法能够说清楚 知道吧 营销的方法其实太多了 没办法能够打字跟你说清楚 并不是说我不想回复你们 然后我只能说 让你们去看一下之前的 之前的我拍过的 我说过的一些营销的方法 都在里面全部都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你准备怎么营销 你新做 你新做 或者是你做之前问一下我 可不可行 对吧 把你的方案给我看一下 可不可行 但是我也不可能说 保证能够 能够用对吧 毕竟这个地域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消费的方式 可能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说只能尝试 但一定要记得一点是最重要的 用最低的投入成本 尽量把它扩大化 做到最好的一种营销效果 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这个问题 给他想办法解决掉就行了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把你的方案给我看一下 或者是你先去做 做完了之后没效果 你再告诉我 然后再 我再教你怎么稍微改善一下 对吧 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就什么事都没做 你就直接问我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 营销的方法太多了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 对吧 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维修的问题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 在维修方面 我的层次还不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维修的话 很多关于维修的问题 都需要信尝警察的 知道吧 就比如说这个 上次我遇到的这种情况 热水器 不能加热 不能加热 基本上你说大概的一个考虑 就是加热棒这块出了问题 对吧 然后信尝一检查 它无非就是一根线 搞错了 然后就导致不能加热 对吧 还有我上次拍的一个作品 这个洗衣机不能脱水 对吧 基本上一瞬间想到的 就是这个脱水系统 对吧 或者是这一块排水系统 有问题对吧 然后信尝一警察 它就是一个 上盖的那个水位感应器 里面有一根线 也是断了 对吧 水位感应器它是净水的 与排水有啥关系的 对吧 但还是一样的 所以说很多问题 这个维修的问题 一定要信尝警察 对吧 然后包括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刚刚都说的 我在维修方面层次并不高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 并不是不回答大家 但是在清洗方面的话 你们可以问我 因为毕竟清洗的话 我还是比较有精硬的 我可以是这样说 还是比较有精硬的 在清洗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洗游音机 问我们洗多少 多长时间 对吧 因为他认为他洗的时间很长 洗个四五个小时机台 你要知道你一个人洗 你又是新手的话 你洗四五个小时机台 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游音机太便宜了 像我们这边有的人 洗个游音机八十块一百块 如果说全拆的 那么这种人是 第一个是傻 第二个确实是没事做 没钱振 知道吧 去洗个游音机全拆 八十块一百块 谁敢 谁去做对吧 那不是傻吗 除非你是闽拆 当然我们洗的话 我们两个人 洗一个游音机 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如果说一个人洗的话 那么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 大概也是这个时间 其实游音机都是很难洗的 并没有什么 这个非常紧张的一些方法 包括还有的 有问这个家庭清洗 能不能做 我之前就给大家分析了 这个家庭清洗的情景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你想挣钱 你想挣大钱 不可能 对吧 但是要比打工要强 你可以这样想 你一天只工作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那么一百块钱 也就到手了 一个月三千 对吧 那你去上班的话 你一天工作 八个小时九个小时 一个月也就是三千左右 对吧 肯定要比打工强 如果说你做的时间长了 你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那么你每天的话 最少有两单 那么你一个月就是六千 你想想你打工 我不说你打十年工 你打五年 打工五年 你的工资能够加多少 能够翻倍吗 但是你做这个行业 并不是说这一个行业 其实大部分行业都一样 只要是你自己创业 创业五年 我不说你五年 你创业两年 你的这个收入可以 不说保证有两倍 至少也有一点五倍嘛 因为你的人脉是慢慢累积的 包括你的服务在这里的话 那么人家还会有老顾客介绍过来 对吧 所以说你的生意 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这个不可 不可怀疑的东西 如果说你做五年 那么你的收入 两倍三倍 对吧 是非常 是非常可观的 包括你做这个行业 你的人脉多的 你可以自己开店 你卖个电器 卖个 对吧 相关的东西都可以 与家庭相关的东西都可以 因为你有人脉的 然后让老婆在家看店 你自己出去 做一下清洗 你做这个行业五年了 我相信这个维修方面的 这个小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完全没问题 再不要问我 这个行业怎么样能不能做 第一个这个行业投入少 第二个这个行业比打工要强 知道吧 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处于 你没工作的情况下 你没有更好工作的情况下 但是你又没有更多的钱 去投资更大的生意 那么你先做这个也没关系 大家也知道 我做这个也是做兼职 对吧 相信有很多铁粉 就知道 我做这个是做兼职 但是你别看我做兼职 我至少每个月 我多一份收入 这是一定的 如果说我没时间去做的话 然后我基本上都把订单 搞到周末 两天 对吧 或者是中午时间 晚上时间 我都有时间去做这个行业 知道吧 包括你做这个行业时间久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 说实话 我们的这个清洗的 这个口碑 包括我们的技术 在我们当地 还是很多用户 还是比较认可的 比较认可的 所以说很多用户都愿意等着 我们去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价格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年轻人价格好说话 知道吧 你只要愿意给我多推进一下 这个价格的话都好商量的 只要不要太离谱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写个邮音机一百块 你让我去写 那我肯定不会去 太离谱了 大概也就这样 反正 基本上就这些问题 你们还是一直在问 然后我也给大家回答一下 要想要具体的一些营销方式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作品 非常多 你们一定要认真看 你既然想学东西 你那么你这点实际 你都不愿意拿出来的话 对吧 那我就没办法 如果说觉得我 确实是比较 说话比较啰嗦 对吧 然后作品实际有点长 你可以快进 知道吧 它可以按倍率播放的 然后 然后这个周末 已经预定了 三台洗衣机 两台邮音机 两台空气冷 还有一台空调 两天时间搞定 到时候我看一下给大家 发一个洗衣机也可以 对吧 或者是空气冷也可以 到时候再说吧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再见